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也没什么好的 不是 你说什么 我说结婚也没什么好的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呀 没有啊 我就是听说陈竹去找你了啊 你们聊什么了 请问二位看好了吗 我饿了 先点餐吧 行 想吃什么 我们有什么推荐菜吗 我们这里有一个特色菜 百年好合 百 百年好合 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这个菜名有点奇怪 像催着人结婚一样 我觉得这样真的特别不好 我希望我们就是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对吧 不好意思啊 我男朋友可能有点饿晕了 这样吧 要一个鸡蛋三冰制 再要一个芝士披萨 再要一个你刚才说的百年好合 这咱样 好 请稍等一下 你知道我等这一刻 当了多少年了吧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愿意 他们在求婚啊 好幸福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 我 我觉得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 独特的幸福感 我觉得 结婚也没什么好的 不是 你说什么 我说结婚也没什么好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男朋友的意思是说 她说她已经想不出来 比结婚更美好的事情了 所以说 祝二位新婚快乐 永远幸福 百年好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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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 你怎么会是二年 祝你新婚快乐 谁啊 是我 鲁星妍 来了 嗨 嗨 我是来自首的 嗯 我知道我今天晚上表现得很奇怪 是因为 吃饭之前许承舟找到我 她说她和陈竹 找到了一份 求婚的 场地设计图 虽然我有前科 但这次真的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 你怎么知道 好 因为 在这个事情上 你反复尝试 我反复拒绝 我觉得 你已经被拒绝出经验了 对 是的 所以我这次来 就是想说 同样的错误 我是不会再犯的 之前我说的话 还有我们达成的共识 我全部都记得 我们的关系究竟要走到哪一步 完全由你做主 所以 我想把这个交给你 这个 别打开 我还把气氛变得尴尬 这里面是我的作案工具 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希望你可以完全放心 那我先回去了 等你休息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